还有在台中市也惊喘一起凶杀案件 有一名64岁的女子 她陪着妈妈到医院看病 正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遭到一名完全不认识 年纪大概30多岁的男子 拿着剪刀从背部连刺骑刀 而这名行凶的男子很快就被逮捕 可是她真正的行凶原因 现在警方还在深入调查 双脚被靠上脚疗 拿剪刀砍杀路人的诚信凶险 因为精神状况不稳定 被警方借户送医 远警调查证明37岁的凶险走在路上 只因为看一对母女不顺眼 竟然直接拿剪刀冲上前狂刺击刀 造成64岁的妇人身受重伤 而一旁的87岁老母亲 则是吓得说不出话来 怎么也想不到看个病竟然被当街砍杀 可能是因为她的精神状况牵家 或是有些精神上的一些问题 那有就是认为这个妇人 有在跟踪她 有要害她的意识 因此她就出手攻击了这个妇人 在台中市热闹的街头发生跌血案件 吓坏不少路过民众 妇人经过抢救 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在加护病房持续治疗当中 至于男子真正的行凶动机为何 警方还要再进一步厘清 对不起 我们经历了这件事 感谢观看